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胡人主场迎战奇才 此前奇才占尽为29胜35负 排名东部第11 胡人占尽为28胜37负 排名西部第9 得益于后面提胡四连拜 胡人算是暂时比较稳定 首先 整场比赛看下来 我忽然想明白一个问题 那就是为何不用霍华德 这个我们放后面再谈 胡人开局打得不错 但后半段到第二阶 被奇才完成反超 第三阶老瞻挺身而出 带队打出小高潮完成逆转 双方苦战到第四阶决胜时刻 詹姆斯站出来连续单打命中 最后时刻轰进三分球锁定胜局 最终胡人主场122比109完胜奇才 胡人结束两连败 詹姆斯轰下50分 比赛的转折点就是在第三阶中断 那段时间波普和库子玛哥俩 不是失误就是答题 仿佛不太忍心看到胡人就此沦落下去 再给胡人一个机会 脑瞻开始爆发了 高难度后仰跳投打进 下回合开坦克 顶着加福德和八村里完成高难度2加1 库子玛打铁 詹姆斯自己带球过半场 立刻轰进三分 基斯伯特直续后 詹姆斯年压库子玛 跑投命中 下回合 微少抢转 助攻詹姆斯反击皮口 奇才赶紧叫暂停 尽头长时间给到老瞻 霸击万路 不怒自为 双眼放火 俨然一个胡人就是主形象 不是质疑老瞻 我只想多问一句 奇才什么水平不说了 老瞻有必要这么开心吗 也许他看到了胜利曙光了吧 当詹姆斯打出表现时 确实会提升士气 还有一个小细节 比赛进行到第二节目段 詹姆斯再次防守中 大猫按下内拖的上篮 随后老瞻跟着微少往前冲 没想到微少反击上篮都涮框而出 老瞻无奈推了一把对手 也没有在那一回合及时回防 显得非常沮丧 比赛中王世鹏指导 不止一次的质疑沃格尔 忽然篮板球比奇才少十几个 奇才还不是那种防守型球队 胡人这么大 不像是能击败对手的态度 真该把霍华德换上来 霍华德到底怎么握个尔了 回到第三节 第三节老瞻单节轰下19分 几次都是顶着库兹马和巴村磊 完成篮下终结 场面上非常精彩 但分叉始终拉不开 原因在于和没有防守 准确来说 没有内线防守可言 为什么不上霍华德 而第四节 又是詹姆斯在关键时刻 连拿五分并轰进三分锁定胜局 来到胡人后 受限于胡人打法问题 为少没办法在进攻端 保持稳定输出 准确来说 这只胡人 能够保持稳定输出的只有詹姆斯 只要詹姆斯想得分 他可以三节拿到40分 胡人想赢球 就得让詹姆斯打舒服了 打开心了 让他在进攻端火力圈开 哪怕彻底放弃防守 这样的打法老瞻最开心 首先是篮下 不要有自己人 包括身边增加更多的射手 所以沃格尔尽可能满足这一点 李夫斯 蒙克 安东尼 塔克 都是这种类型球员 能投三分就行 其次 永王施鹏的话说 胡人今天这场比赛 就没有太多战术可言 很多进攻就是个人担打 这种情况下 詹姆斯球权战比就很高了 防守端不可能再让詹姆斯有更多表现 那就搭配篮领球员 比如斯坦利约汉旭 甚至说加布里埃尔都能得到机会 但是霍华德不行 因为他抢占老瞻的篮下空间 如果你是沃格尔 你能怎么办 是命令老瞻防守 或者让霍华德首发 让詹姆斯打得不舒服 整个球队笼罩在一片压抑的氛围之中 那胡人只会输得更惨 老瞻可能只拿20分出头 去表达自己的不满 当然 沃格尔根本不敢那么做 唯一的选择就是彻底气用霍华德 哪怕输球 只要老瞻数据够好 老瞻打得足够开心 就足够了 这场比赛的结果 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 可能詹姆斯球迷会很开心 老瞻又是一场完美的数据表现 而且胡人还顺利赢球了 这就是沃格尔希望得到的最好结局 他现在必须全力站在詹姆斯这一边 只要詹姆斯还能打 就给他铺平道路 40分甚至50分 詹姆斯是可以做到的 胡人没防守 其他点也不够稳定 如果詹姆斯还不能打出数据表现 那沃格尔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 别再指责和质疑沃格尔 有些时候 主教练并不意味着一只球队的绝对化石人 有时候他真的身不由己 目前胡人的状态和打法 脑袋数据没问题 甚至有很大可能去冲击得分王头衔 但我觉得 这只胡人现在这种单一的打法 在复加赛恐怕没有太多竞争力 关于胡人球哥就说这么多了 最后球哥带大家看看蓝王的消息 蓝王影响了赛季比较关键的一场比赛 不过回过头来还要看看他们现在的处境仍然比较微妙 球队战绩刚过50% 且仍然处在复加赛区域 在常规赛所剩不多的情况下 蓝王想要从泥潭里面走出来 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蓝王是一支特殊的球队 也是联盟当下最为神鬼目测的球队 那么近期和蓝王相关的信息有哪些呢 今天就来看看蓝王双喜临门 杜兰特历史第二 尼尔斯生涯首次 那时劝说西蒙斯 蓝王第一席 杜兰特一数据历史第二 杜兰特是一位定基得分手 纵然遭遇了跟剑大伤 但回来之后仍然生龙活虎 我们可以看看也投篮著称的汤普森 如今变得平庸起来 对阵费城的比赛中 杜兰特又拿到了25分 于是一个有意思的数据出炉了 就杜兰特整个职业生涯而言 他得分25加的场次占比为65% 排在NBA历史第二位 第一位当然就是乔丹了 其实杜兰特只要他愿意 随时都可以拿得分王 这在雷霆时期已经得到了证明 不过得分王对杜兰特而言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带领球队拿到冠军 杜兰特在蓝王的任务很重 接下来就看看杜兰特如何带领球队往前冲了 蓝王第二系 尼尔斯生涯首次 尼尔斯是蓝王前路得来的球员 性价比是相当的高 打完费城比赛之后 尼尔斯的单赛季三分命中数已经来到了200个 这是他职业生涯首次做到这一点 在之前的赛季里 尼尔斯最多只命中过161级三分球 按照尼尔斯的节奏 本赛季还会继续抓新他的记录 现在蓝王有欧文也有杜兰特 尼尔斯的三分球命中率预计会提升 毕竟获得空位的机会会很大 当然了 现在的尼尔斯就是在享受篮球 没有太多的杂念 其实像尼尔斯这样的角色球员 他本身就是不做的拼图 就看在什么样的体系中了 蓝王也需要蓝王的三分支持 毕竟本赛季蓝王整体三分投得不好 如果要说现在蓝王最大的悬念 那就是西蒙斯什么时候开始打球 从纳什透露的信息来看 西蒙斯目前还没有参加5v5的训练 往往5v5是一个信号 但西蒙斯没有出现在这个训练当中 另外纳什也是鸡汤大师 说完了通过媒体是在劝说西蒙斯 纳什表示费城距离布鲁克林不远 让他对过去告别是一件好事情 其实纳什说的没错 西蒙斯需要好好调整自己的心态 其实像西蒙斯这样的球员 在NBN历史上也比较罕见 不过考虑到现在他有大合约在身 你也不能拿他怎么样 现在就看看西蒙斯什么时候正式付出了 这是比较关键的事情 西蒙斯不是那种极插极用的球员 回来后还要磨合 蓝王要做的事情比较多 蓝王本赛季的目标是要冲击总冠军 不过前提是要禁忌后赛 这也是最大的变数 对于排在前面的球队而言 快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